我大概讲一下有关销货单这个范例 大概可以做到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销货单的范例呢 基本上有几个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销货输入的自动化 也就是什么样的自动化 就是如果你今天呢 当然你订货日期 这个订货日期应该理论上就是抓到今天日期 所以它会自动去抓到今天日期 并且帮你放到你这个订单日期的后面 然后再来就是说 就是也许你的键数 假如说呢 是最速键那就一天 即键两天 普通键是五天 那这边会显示这个讯息 那假如说今天普通键好了 理论上应该会是这个五天之后 可是这个地方可能我多做 因为之前我用的是把这个日期加五天之后 然后呢直接把这个加五天之后 放到这个后面 倒货日期 这个是一个倒货日期 那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那同学会说 那老师到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没有上班呢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 有什么方式 假如说我今天的普通键 那五天之后刚好 遇到礼拜六礼拜天 那我要怎么避开呢 那当然这个地方 你想说那我把它加二 可不可以 因为两天嘛 可是问题有的时候 你刚好五天 你礼拜一 那你礼拜 礼拜一定的话 那不会遇到啊 那你不能每 家里 这样两天反而有问题 OK 那另外呢 也许你是礼拜天定的 那也许就一天而已嘛 那你怎么 那所以这不行 那怎么办 这边的话 各位可以想一下 前面有讲过 有个叫workday的 一个函数 其实就可以把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避开了 那再来还有几个部分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填满 就是假设客户啊 这边有客户的一个相关资料 那这个有点像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有一个 对照的清单 这个清单的话 将来当然我如果说知道编号 那我就直接给编号 他自动帮我把名称电话地址 自动带到其他的那个 储存格里面 比如说002 自动带出他的名称 跟他的电话 还有他的地址 那如果我说我今天呢 没有输入的话 那理论上当然这个地方 是不应该有任何东西了 但是呢 如果你不希望有像这个 这个没有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判断一下 如果他的资料 假如是空的话 那这里面也是空的 如果有资料 他就自动帮我带过来 再来他要买什么东西 那也许我们一样 可以用编号的方式 自动带出他的品名 跟单价 那他只要再给一个数量 那我就可以帮他订 那另外这个序号 也可以自动产生 比如说我今天订的第二个东西 他会自动产生一个序号 然后呢 我再给一个数量 上面会自动帮我加总 一样 假设我订了三个东西 最后有个加总 那当然你订完这些资料之后呢 你会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客户订的资料 自动呢 按下这个按钮订购 会能够帮我存在我的销货名系的工作标里面 有点像怎么样 像是那个资料库一样 也就是说呢 我在销货名系呢 产生一个 一个我将来要储存的一个资料库 但是我这个时候不是存在那个 就是后端的资料 而是存在我的工作标里面 那我如何利用按下订购 那这个订购 它的作用主要就是把 这个订单里面内容 帮我写到销货名系 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地方订单的单号 我必须要能够 因为单号一般不是自己销的 我怎么知道说下一笔的单号是销到哪 所以基本上呢 最后单号要怎么样 可以帮我加1 OK 自动变成4 那其他的资料呢 自动帮我清除 清除之后呢 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 有没有 单号加1 那其他的资料呢 就帮我清掉了 那这样的话 那我就可以 又有人打电话来 他就可以再定 最初见 然后呢哪个客户啊 然后他是 什么自助如此 他订哪些东西 那你可以帮他订完之后 一样的话 可以怎么样 再一下订购 那单号加1 其他资料可以清空 诸如此类的啦 大概会有这些资料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没做 比如说最后还有什么 如果我这边呢 有做了一些机关 像我这边的那个公式 假如不要让人家 可以看到 那我当然这个地方 范围我可以把它做保护啦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说 有些地方的资料 比如说呢 他填了资料之后 那当然有些资料不能变更的 比如说单价 比如说 那我给你打个折扣好了 那理论上应该就不行 所以你要能够把 把这一个范围 除了白色区以外的资料 做保护 让人家无法去变更 那该怎么办 OK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 先把这个销货单打开来 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逻辑 待会再来看一下 有关那个销货单的自动化部分 那最后的话 会有一个动作是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订单的内容 把它存起来 存到那个销货名系 产生一笔订单 试试看 好